找大家一起挑戰參謎 AKA玩遊戲啦 哈豪可以幫助更多人傳來更好的自己 加碼加碼 你猜還是A嗎 嘗試忍知識 找找你不知道的事 歡迎來到哈豪全新YouTube企劃 好問題 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Ryko 那今天我們要找大家一起挑戰參謎 AKA玩遊戲啦 說到現在的正職是親民連假期間 所以說後面有幾個關於放假出遊的小知識 現在我們就來介紹今天的挑戰者由 第一位 哈豪親子旅遊代表Austin 第二位是我們大眾出國代表志涵 那接下來下一位是前宮崎代表Sony Sony Sony的話就要特別要聊一聊了 Sony之前在哪邊服務啊 之前在就是中東的卡達航空 那它基本上就是Viva WorldHop的那個主辦 卡達就是有很多石油那個嗎 很有錢 應該都蠻多的 游泳喔 那接下來下一位是我們前旅遊業代表Linda Sony 旅遊業的部分前兩年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才有機會在哈豪來服務 才不是 我是覺得呢 哈豪可以幫助更多人傳來更好的自比 是要8500 加碼加碼 好 介紹完挑戰者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開始我們第一階段 等一下等一下 啊我們這一個競賽 沒有獎金嗎 今天呢我們製作提供了6000元的獎金 只要我們積分最高 就可以拿走所有的錢 我現在只想到哪一份錢 OK 第一階段 限時搶答賽 共10題每題5分 題型包含選擇題 問答題 老贊者需要在10秒內按鈴搶答 每個人只有一次的回答機會 時間到直接公布答案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第一題 覺得飛機餐不好吃是因為 A 壓力影響食物的口感 B 機內環境影響味覺 C 飛機餐都是冷凍危險 微波食品 請搶答 我剛剛隱約感覺到應該是智函 A A 確定嗎 你有什麼壓力 我不知道 好 錯 下一位 A U第一位 好 錯 下一位 你按過不能再按 好 我們請商品回答 這是你說機內環境影響味覺 恭喜答對 會因為飛機餐覺得不好吃 主要是因為機內乾燥 氣壓低以及引擎的噪音影響 讓我們對鹹甜的感受力降低 好 總之是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第二題 B 去泰國旅遊可以做哪件事 A 撿貝殼 B 摸別人頭頂 C 用紙幣付小費 請搶答 可以吧 C 用紙幣付小費 沒錯 恭喜答對 哇 哇 在泰國有法規民文規定 不可以撿貝殼以維護生態環境 而不能摸別人頭頂 則是民俗禁忌 如果被摸的話 靈魂會被帶走 這人在泰國有被摸過頭頂嗎 被摸過其他地方 欸欸欸 Fuckuck 第三題 入境馬來西亞 不能帶什麼東西 A 三件衣服 B 兩雙新鞋 C 一個行動電源 請搶答 沒有人知道答案 這一題 桑妮妳的答案是 第一個會選的 應該只有危險物品 所以行動電源 可能是這三個裡面最危險的 錯 下一位 我猜是兩雙新鞋 因為不能帶三件新衣服 太沒有邏輯了 然後我本來也想選C 但C是錯的 所以刪去罰 所以我會選B 恭喜答對 好 依據馬來西亞皇家關稅局的規定 如果你帶超過三件衣服 一雙新鞋 一公升以上的酒精鞋 超過一個行動電源 都需要事先申報 下一題 這一題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請問 We should be taking off soon 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手 是Sunny 妳在講嗎 對就是 基本上我們就要起飛啦 確定喔 要確定 要確定 We should be taking off soon 就是我們已經快要起飛了 所以大家要做好準備 錯 這一題的答案是 我們即將降落 Sunny這個也不對 對啊 大家覺得 你再比方三小 盡質疑我 沒關係 如果是小編 給錯答案的話 我們這一段在剪掉 小編就下跪 小編就下跪 他聽到真的是 這顆 哇 哇 哇 太黑魔性了 那我們緊接著進入下一題 歐洲國家會用 H還有D 表示男女側 請問代表的性別 分別是 H女側 D男側 還是H是男側 D是女側 請搶答 我猜是A 妳猜是A嗎 沒有我猜D代表D 有沒有對嗎 A 好 錯 這兩個英文字母其實是荷蘭文 H是男側 D是女側 那像飛機上面或是說 會有這樣的標示嗎 不會 因為飛機的話 全部一定是共用的 飛機上的空間太小了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分男生女生的 好的 感謝Sunny的小知識分享 好 進入到第六題 下列何者是日本餐廳 一年四季都會給冰水的主因 A 因為生水有一個味道 冰鎮過可以消除異味 B 因為室內都有冷氣或不暖氣 提供冰水不怕客人熱 C 因為日本人不常吃辣吃燙食 所以預防萬一都會提供冰水 請搶答 A A 這個走特別快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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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進入下一題 第七題 為什麼飯店雙人床會提供四個枕頭 A 因為床很大 多放幾個枕頭看起來更舒適 B 讓客人可以依照自己對枕頭的軟硬喜好 睡姿調整用法 C 當作備品避免零食增加住房人數 使枕頭不夠 好 輕搶答 B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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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恭喜答對 專業飯店業者通常會提供 一硬一軟的枕頭 讓客人依照自己的喜好使用 此外 提供多個枕頭 也能讓不同睡姿的客人 提高整體的舒適度 我想分享我想分享 我的床是單人床 我也有四個枕頭 兩硬兩軟 我也是 對啊 飯店的配置這樣 看今天是一個人睡 兩個人睡 單人床 好 接下來下一題 第八題 在機票 登記證 行李條上都會看到的機場代碼 請問 LAX是指哪個機場 請搶答 Los Angeles 沒錯 恭喜答對 好的 下一題 台灣人去日本時經常購買許多藥妝 電器等用品 請問以下符合描述的日本目前的退稅規定有 消費超過5000日圓可退還10%稅額 D 消費超過5000日圓可退還8%稅額 C 消費超過5000日圓可退還6.45到10%不等的稅額 請搶答 好 那我們大眾旅遊代表 我印象中是B 可是這種題目通常那種6.4到10% 對啊 你就是範圍最大的 對啊 這個通常會是最 可是我印象中是8啊 好 我選B 恭喜答錯 下一位 C 答對 Yeah 退稅時除了電器 衣服等一般商品 是免除10%稅額 若有購買餅乾零食健康飾品的產品則是免除8%的稅額 不過有部分的百貨公司奧在退稅時候 會另外收取1.55%的手續費 所以實際退稅又會比10%8%更少喔 好 我們進入下一題 在全球每座迪士尼樂園都不能做的是 是什麼事 A 用自拍棒錄影拍照 B 吃在園區外買的糖果 園區外喔 C 把幼稚園的女兒打扮成白雪公主 請搶答 我想應該是B吧 就是不可以使用就是外界的東西 靜帶外食的部分 恭喜答錯 下一位 A 恭喜答對 由於過去曾發生 旅客使用自拍棒搭乘雲霄飛車卡到設施 導致故障 迪士尼在2015年宣布禁止在園區內使用自拍棒以及腳架 但我最近才知道原來在迪士尼裡面 大人是不可以變裝成公主的 因為他是會擔心你就是跟別人 真的公主混淆 所以只有小朋友可以變裝 對 這一回合的激烈的搶答已經結束了大家的積分 分別是琳達15分 當你10分 那接下來是大眾代表5分 最後是我們還沒有帶親子出國過的親子代表15分 耶 在下個環節開始之前我要來問問大家獎金 現在只有6000是不是覺得有點少呢 大家要不要試著自己加碼一點呢 老闆說對不對 對 加碼 10題的是美題每題10分 題目念完後3秒內挑戰者需要舉起圈插牌答題 若實現內場外人員無法卸任答題結果 將視為答錯 好 我們要開始第一題 所有國家的出入章形狀都一樣 請回答 好 這題答案是錯 好的 第二題 在日本付錢要把錢放在盤子裡 是為了減少電源與客人產生肢體接觸 請回答 好 這題答案是對 第三題 去澳洲吃飯不用特別給小費 這題答案是對 想不到吧 好 我們進入第四題 泡麵滿漢大餐可以帶去美國 好 這題答案是錯 這題好像是不是因為滿漢大餐 有肉 有肉的關係嗎 是 接下來下一題第五題 日本護照可以免簽的國家 比新加坡還多 請回答 好 這題答案是對 進入下一題 西班牙的晚餐時間是晚上9點到11點 請回答 這邊好像有去歐洲過的朋友 好 正確答案是圈 沒錯 第七題 Duty free和tax free 都是免除一樣的稅額 請回答 好 這題答案是錯 下一題 歐洲飯店的first floor 是指二樓 請回答 這個要去過歐洲嗎 沒錯 這題答案是圈 接下來進入下一題 台灣人入境香港一定要準備台胞證 請回答 這一題答案是 錯 第十題 下午三點在泰國的便利商店 買得到酒 請回答 大家應該都去過泰國嗎 答案是叉叉 好 在小編計算分數的這時候 我們來聊一下 歐洲的部分 歐洲應該蠻熟的 因為好像有在歐洲 再過一年 所以西班牙吃完餐真的會很晚 超晚的 我真的不懂西班牙人 為什麼要拉到9點到11點 我現在每次去他們 都在吃飯 就是 都不在上班的感覺 好的 我們小編剛剛統計完 在我公佈正確的分數之前 有幾題比較有趣的 想要跟大家小小聊一下 去澳洲吃飯不用特別給小費 剛剛所有人都答錯了 這邊有人去 有都有去過澳洲嗎 沒有 三點有吃過 有 有去過 但是基本上好像都會給 但是如果你是亞洲的 就是亞洲式的餐廳 就是他其實就沒有要特別跟你要chips 的意思 OK 那第五題的部分 Austin答對率蠻高的 但是在第五題 有稍要答錯一下這樣子 對阿沒有 我沒想到我以為 新加坡比較國際化一點 因為日本其實就是 只有多一個 對 沒錯沒錯 那有人知道 我們有幾個免簽國家嗎 來來來讀 那我 112 140 136 125 答案是 146 我剛剛把分數加上去了 但不影響你的排名 好的 那我們即將來公布經濟兩個階段 四位最後的總得分是 Ossin95分 好 那我們的大眾旅遊代表志涵 1142 196 75分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的航空業代表Sunny是 80分 我不會吧 不會吧 他有Linda 沒錯Linda 最後Linda 我可以去親自旅遊了嗎 最後的 得分是 85分 那問一下 今天拿到錢錢的Austin好了 就是 你要把這筆錢拿去做什麼 捐出來 捐出來 他為什麼覺得我拿不出這個房間 那大眾旅遊代表 對於今天的冷知識 你覺得哪一個是最有用的 最有用喔 最有用喔 對啊 或是你現在印象仍然很深刻的 很深刻就是那個小編屏幕出錯的 我們可以建議小編來購買我們的英文課程 放那邊那個 連結放在那邊 沒錯沒錯 那以你這麼豐富的旅遊經驗就是 如果大家今天要出國玩 你會建議大家什麼事項 第一個就是 不要疊餐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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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拜託 因為我會需要把這個餐盤一個一個放回去 然後他就應該要是保持原樣的狀態 那甚至有些人他會很有趣 就問我說我們在哪裡洗碗 我說我沒有要洗碗 我就只是要把它放回去而已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話就吃完把它保持原樣 然後讓空姐收回去就可以了 好感謝大家的分享 那今天我們其實有一些題目 其實來自於好好我們的線上課程 那我們是從站內精選一些知識啊 特別挑選出來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前往下方的資訊欄 看你有沒有想上想要了解的旅遊課程 最後如果還有其他想看的 想知道的神奇知識或技能 都歡迎去底下留言或是去好好找找看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